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爆料北京当局想借由党组织渗透企业管理高层 让外资商业机密备受威胁 为此德国企业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中共不撤就换外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 今年来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 根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德国企业就有将近5000家 包括空中巴士福斯汽车和西门子等知名科技产业 但随着中国加强监控网络和社会 还派中共组织潜入德资企业 德国企业开始反弹 威胁中国政府如果不停止干涉企业 将全面撤出中国市场 德国驻中国大使科目贤投书德媒商报表示 19大之后中国不但没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还借由实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强化党的地位 使得党组织有权限制外国伺服器 并且可能取得商业机密来干涉外资企业的运作 科目贤将中国称作棘手的伙伴 他认为中国虽然宣称对外国企业一视同仁 但北京当局日前却对外资施压 要求企业修改公司章程 允许中共党员在公司经营业务上有发言权 官方更引用《中国公司法》第19条说明 只要一个公司的正式党员超过三人 就可以建立党支部 还表示在党支部底下工作 更可以认真和自律对企业是双赢的局面 不过这样的说法却不被德资领情 德国工业联盟主席坎普夫就对投资环境感到忧虑 他强调决策权应该要回到投资者本身 中共这种加强社会所有领域的控制 肯定会对外资有直接的影响 科姆贤则推测 中国最近的举动或许跟中国制造2025的官方目标有关 中国为了要在电动车和工业机器人领域上成为领导国家 未来德中双边贸易必然更加紧密 但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将因此变得艰难 德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去年已经达到1700亿欧元 中国也首度集下美国与法国 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中国持续对外国企业的监控 不仅让德资感到忧心 其他外国企业也开始警惕 瑞典卡车大厂斯堪尼亚公司的中国代表 何莫驰就发出警告 如果中共干部不停止对投资环境的伤害 欧洲公司不排除撤资中国 宁静新闻梁晏整理报道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